桃園一家鴨肉飯業者每個月都會固定來發放免費的鴨肉飯給需要幫助民眾 結果引來了大批的民眾提前卡位 就在現場來擺放石頭 瓶瓶罐罐等等 意外成為了當地特殊景象 好的 主播照片上看到路邊放了一整排的瓶瓶罐罐 連石頭磚塊也放在一起 但就不是有人太無聊 更不是有人在惡作劇 有網友就將這張照片放上網路為大家解惑 原來是桃園有間鴨肉飯 每個月一號都會發放免費的鴨肉飯 因此才會有人用東西帶牌 變成現在這個現象 民眾對此看法不見上頭 我相信不是每一個在那邊站位置的人都 都是需要這份餐點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就是這個機會讓給更需要的人 人家發那個是善心的 有人站了位置 站了位置輪流 就這樣子輪流領了六七個便當 一個人 又只要回饋社會的心意 卻變成有心人是茶餘飯後的消遣 花上好幾個小時就為了撿便宜 缺頓免費的飯 恐怕一鏡關拳扁得掉